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这个内地应该是刚刚过了12点 对大家来说都是新的一年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假期走 但是很遗憾是吧 我们不是因为美国人不过春节 你别看那个各大电视台是吧 找的一帮这个刘学生在那封闭 又是每逢佳节被死亲了 又是喜爱家乡菜了 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早点店放的那个凤凰卫视 说说那个刘约有一个直播室还在那播 这个这个啥东西都能买得着啊 来自主播的视频 我跟他提了海参和鲍鱼 其实我估计他可能不太常吃海参和鲍鱼 这东西中国基本上没有 中国吃的一般都是进口的 所以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看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多少办法传递给内地的朋友们 我们只能说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个假期 其实开开心心的跟亲友聚一聚 是吧 这是最重要的 别的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去 那么样的夸赞 很多朋友那个可能还在看这个春节晚会的是吧 像我们那样的人可能这个在海外会有很多 因为出来了就从来不看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家人谈议 必须得赔的 我们到了美国以后 就经常有一些朋友是专门买的这个微信频道 装的这个机灵盒 要看来自中国的电视 春节晚会更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东西 但是更多的人家可能像我一样 连电视都不学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话 甚至像我们那样离不开手机的人 其实也离不开电了 连这个这个过时的都会放一台电了 随着随地爬起来 就上手机都用 每天醒了第一件事 这个打开手机 我就要打开手机 手机从来也没关过 其实电话也没关过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关电了 这个电脑一般就一直给他插着顶 所以呢 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是依赖这个电脑和手机 在完成对信息的这个获取 除非必要 我会上一些内地的网站 基本上这个信息的获取 除了需要印证 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没有必要 需要出关系 所以呢 有哥们跟我说 他不看春晚 但是希望听听我的评价 这个真评价不了 因为我不看 我不看我就不能下注 那么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这个墙圈 越来越前距人们舆论的时候 其实连娱乐节都受到了感染 前两天还软了一个推 那哥们是把所有支持这个国安法 这个这个庆祝党的生日 庆祝国庆 庆祝共产党的所有节日的这些 香港艺人 拍了一个带照片的一个名单 其实也就是今天这个视频 把这个艺人 从这个戏子提到了艺术家的高度 甚至在内地有一些 所谓德克奥望中文 还被称为叫人民艺术家 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行为 但是我们知道 这根源是什么 就包括撒吞乱一样 这是对他的一种认定 为了获取这张门票 无论他想什么样的办法 他认为这是值得 大家可能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都能想到一个叫马俊仁的教练 当年他带领这个他的队员 屡次创造世界级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打了肋骨身之类的东西 但不妨碍他把中华别进来的很贵 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所有的这个运动员 在训练的过程中有一些甚至受到了伤害 包括他本人对运动员的心情 但是他可以离职气壮跟运动员的家属去 我把一个龙尊海的培养成世界冠军 这是一个特入低 附加值高等车 仅仅就从这一点上 他让所有的车门都截断了人员 一直到他退休了 开始养胀了 也没有认真地去告他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地知道一点 这个世界 其实太多人是奔着情绪的 真的说因为理想或者因为信仰去放弃经济利益的 已经很有限了 几乎生活中基本上没有 那么那怎么办呢 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人们在关心自己生活享受假期的同时 也应该承认一个现实 在今天 你看到这些人其实很正常 因为你自己也差不多是这样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不足以让你放弃 没有CBC干净的问题 大过节的别给自己添堵 好好享受一个假期 不管怎么样 恋爱还是要过的 我总是希望 哪一个 愿意看到东西 真的会有明天的人 能够想清楚这一点 在那个国家 不要有太多的奢望 好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或者叫新春快乐 学校到了 我也该上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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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